在全球能源市场这盘复杂而微妙的棋局中,各国以其独特的战略在持续调整自身的能源供应链。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他们的每一步走势都会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 前段时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在能源采购策略上的微妙调整似乎成了印度的新机遇。 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的策略一直以其多样化和灵活性著称。 以委内瑞拉为例,这个南美国家的种植原油对中国的基建建设至关重要。 委内瑞拉出口的石油主要是种植原油为主,而这种种油提炼的沥青产率高达60%左右,是中方基建建设所需的主要原料。 所以,过去几年里,中国一直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 但是,自今年10月份,美国解除了对该国的能源制裁之后,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制裁令的解除,全世界的能源公司都开始逐步恢复了对委内瑞拉能源的购买。 这就导致,委内瑞拉国内的能源市场出现了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卖家和中国买家也无法就价格再达成一致意见。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方不少买家不得不先采取观望态度,暂停或者推迟新的采购计划。 一些独立炼油商还表示,如果该国能源价格仍旧昂贵的话,那么将转向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来减少成本。 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印度趁机挤进来了。 印度的能源需求在过去几年中快速增长,这使得其政府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印度的能源策略主要是寻找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渠道,减少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依赖。 在中国减少对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之际,印度迅速采取行动,尝试填补这一空缺。 日前,印度方面表示,印度的电油商已经开始通过中间商来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 并且部分货轮已经在上个月月底完成了装货,预计在本月出发前往印度。 此外,印方公司还主动在委内瑞拉首都安排了一场会议,要同委内瑞拉能源公司的高管展开会谈, 就委内瑞拉直接向印度销售原油,以及从委内瑞拉进口燃料等问题展开谈论。 可以说,在和委内瑞拉做生意这方面,印度是诚意十足。 然而另一边,向印度卖了两年石油的俄罗斯就没这么好过了。 因为,前几年印度能源的主要进口地都是俄罗斯, 其现在之所以找上距离更远的委内瑞拉,就是因为和俄罗斯在能源交易上出现了一些嫌隙。 近段时间以来,不断有消息传出,称印度以所谓美国制裁为由,拒绝了俄罗斯邮轮的停靠。 前几日,路透社再次表示,当下俄罗斯的14艘邮轮已经被困在韩国海岸附近有四周的时间了, 之所以无法交付,是因为印度再次以美国制裁和付款方式煤炭成为理由拒绝了。 对于俄方的这批油,美媒还透露称,14艘邮轮载着的油,一共约有130万吨, 相当于是俄罗斯萨哈林一号项目一个多月的产量。 对于俄罗斯而言,既然已经来到印度附近了,肯定是要想办法实现交付的。 毕竟,只要邮轮出航,就会产生损耗,若是货物卖不出去,这些损耗都是需要俄方自己来承担的。 但是,就目前来看,印度对此却并不太在意,否则也不会让俄方辛辛苦苦花一个月才出来的油, 就这样被晾在海上14天时间了。 其实,印度之所以这样难为俄罗斯,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印度石油部长曾说过,因为印度80%以上的能源都需要进口, 所以需要努力削减进口费用。 对于俄罗斯石油的价格,印方是早有不满了。 此前印方就抱怨称,俄罗斯的石油已经超过G7规定的上限了, 所以价格便宜的委内瑞拉石油自然对印度更有吸引力。 而另一方面,就是印度想通过为难俄罗斯来实现本币结算。 在俄乌冲突刚刚爆发,印度加大和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后, 两国就曾就本币结算计划讨论过,但是一年后计划就宣布暂停了。 调查数据也显示,印度在这一期间内也没有一笔订单式使用卢比进行结算的。 这也就说明,虽然当时建这个机制了,但是俄方没有答应用。 对于俄罗斯而言,之所以不愿受卢比,是因为这些钱拿在手中根本花不出去。 加上印度还存在很多坑人的规定,俄方若想把手中卢比换成其他货币,还得给印度交各种手续费,所以这笔交易实在是不划算。 但是印度就另有考虑了,说实话,使用人民币来买石油对印度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 首先,这意味着每次交易都要承担额外的货币兑换成本,对印度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特别是现在整个国际经济形势这么紧张。 其次,印度政府可是一直在推行卢比国际化呢,大力推广卢比在国际市场的使用。 这突然转头去用人民币多少有点打脸自己之前的努力,也不利于卢比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所以,和印度做生意的俄罗斯就成为了印度实验的目标之一。 这也让俄罗斯陷入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处境当中。 现在,看来是想彻底放弃和俄罗斯的合作了。 但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石油对于印度来说并不能算作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首先,中方面临的问题对于印度也是存在的。 价格不稳定的情况下,精明的印度买家肯定是不愿意同委内瑞拉卖家签订长期合同的。 但若不是长期合同,委内瑞拉就很难同意压低价格。 加上该国石油质量较低,含流量较高,出口的大多为重油, 这就需要更加复杂的加工流程以及更高的运输成本, 所以这样算下来并不比从俄罗斯买来的划算。 此外,由于美方制裁的原因, 一些邮轮公司为了躲避风险,至今都不愿意为委内瑞拉提供服务。 所以,印度若想同委内瑞拉进行交易, 就要租用愿意在该国港口装卸的邮轮, 而以往的经验表明,这些邮轮质量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加之,委内瑞拉港口的设施和维护不足, 经常造成装卸效率低下, 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货物运输的可靠性, 而且可能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 从而对印度进口商的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这都是印度要和委内瑞拉做生意面临的风险。 其次,美国对委内瑞拉能源部门解除制裁, 只是一个暂时措施,有效期只有六个月, 且存在额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若之后,委内瑞拉没有达到美方要求, 而让美国重新恢复制裁的话, 就会把曾经以害怕美国制裁为借口, 把鹅油轮晾在一边的印度, 架到一种尴尬的处境中。 最后,在印方最关心的货币问题上, 恐怕也是难以让其如愿。 虽然美国放松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但两国之间的关系修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过去,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这些制裁就限制了该国使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 于是在遭受制裁的这段时间里, 委内瑞拉也在不断寻求使用其他的货币来进行能源交易。 比如在2019年的时候, 其就同中方使用人民币进行了结算。 之后,委方还曾呼吁其他的石油出口国 在石油计价交易核结算当中改用人民币。 当下美方虽然是解除制裁了, 但是两国之间的隔阂必定还是存在的。 所以为了规避美方制裁可能会导致的风险, 委内瑞拉已经明确向前来寻求合作的各国提出要求, 即按照伪方公司的要求预先付款。 印度的卢比就更不用想了。 俄罗斯已经吃过的亏, 世界上其他国家必定会吸取教训。 这对印度来说就有点棘手了, 因为他们原本的意图是尽可能避免使用人民币。 这个局面折射出的是, 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在逐渐上升。 现在, 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跟中国达成了用人民币结算的协议。 这不仅说明了人民币的流通性和稳定性, 也为印度的货币政策提了一个醒。 总之, 从印度左右横跳的做法就能看出, 不管是和哪国合作, 印度都是利益伟大, 就连自身信誉和形象都可以抛在脑后。 印度要想推动卢比的国际化, 还得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提升国际信用, 毕竟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流行, 这两点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国家之间达成长久和稳定合作的, 所以最终伤害到的, 还是印度自身的利益。 总的来说, 印度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这一策略转变, 尽管在短期内看似填补了中国留下的空缺, 但从长期来看, 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 印度需要平衡其对能源的迫切需求, 与潜在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之间的关系, 这对其未来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考验。 尽管, 印度的能源市场策略显示了其适应全球变化的能力, 但这种策略的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在全球能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印度如何有效管理其能源供应链, 平衡国内外的各种压力, 将是决定其能源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